你好,今天我想告诉你我的文化工程和中国的历史。 我教学的重点是秦始皇,中国最有名的皇帝之一。 中国的历史远远流长,中国的历史可以救赎到两千多年前。 中国有三个王朝,汉秦州。 秦始皇是强大的秦朝的皇帝,秦始皇同意了中国,而且教授了书面的普通话。 为了避免战争和麻烦,他在多方面修改了中国的政府。 例如,除掉地区控制。 他把中国分场许多地区和块,每个人都要听他的话。 这样永远不可违背他。 秦始皇建立中国的长城,有时依赖最大的钱笔,共有五千五百印尼。 他在秦朝建立中国,成功帮助保卫中国。 虽然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,但是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人。 中国人。 中国人认为他是一个豹娟。 他分书坑儒和欠用他的法令。 秦始皇老年时慢慢地变得疯狂。 秦始皇更想长生不老,他使土造一种长生不老的现弹,但是他从来没有发现长生不老的现弹。 总之,中国的历史远远流长,中国有三个王朝,汉、清和州。 秦始皇是强大的秦朝的皇帝。 秦始皇同意了中国和秦始皇建立中国的厂长。 虽然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,但是他不是一个好人。 中国的人认为他是一个豹娟。 这是我的文化工程。 我希望你能喜欢。 再见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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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